用零碎的时间带你品味一部精彩电影 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无数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女孩意外缩小后 差点为自家狗子吃掉的故事 森林战士 女主小花的父亲一直坚信 森林里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小人国 他们是森林里的战士 守卫着森林里的一切 为了找到这群小小的战士 父亲远离城市,也远离了家人 小花虽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心里对父亲还是有很大的意见 妈妈的离去 让小花不得不只身前往森林 投靠父亲 而她到达森林的这一天 恰好又是一百年一次的特殊日子 夏至和满月 小花一直在寻找机会 想与父亲好好地谈一下 但沉迷于寻找小人国的父亲 却一直没有给她这个机会 失望的小花最终决定 独自回到城市中去 此时的小人国正在举行重要的群聚仪式 森林女王准备在这一天 选出一朵花苞 将自己的神力注入其中 最后再由花苞 将力量传给森林女王的继承人 仪式刚刚举行到一半 大反派害虫军队就突然出现 他们打算阻止继承人的诞生 然后将腐烂的气息 带到森林里的每一个角落 森林战士自然不能让害虫的阴谋得逞 他们保护着女王 让其迅速离开 可不幸的是 女王还是在逃跑途中 重剑摔落到地面 这一幕又恰巧被路过的小花看到 女王自知命不久矣 并松手将已经注入神力的花苞 送到小花手中 看着闪闪发光的双手 小花不知所措 在神力的影响下 她竟然变小了 这一刻 小花才意识到 父亲竟然一直都是对的 森林里真的存在小人国 而女王还是离去了 守护女王的战士 决定带着小花与花苞 一同去寻找一位高人 让她解读一下女王的临终遗言 也顺便找一下 能够让花苞盛开的方法 在这途中 小花结识了年少不羁的男主小明 在小明与森林战士的护送之下 小花终于得知女王离去前 要告诉她的秘密 原来 花苞一定要在满月之时 盛开在月光之下 如果绽放时 没有月光 花苞或许会枯萎 那么 下一任继承人就不会来到 森林便会陷入危机之中 而小花也就无法重回到 自己的世界 与花苞有关的消息也传到了害虫的耳中 她带着一支军队前来抢夺 不幸的 花苞被抢走了 难道森林就要陷入腐烂之中 森林战士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在小花的带领之下 他们来到了小花父亲的房中 找到了父亲之前 发现的一些小人国武器 不料这时 小花家的狗子发现了小花 因为小花就是昆虫类 所以便张嘴就想咬 好在现在小花变小了 所以行动特别灵活 最后成功逃离了自己家 一切准备就绪 一些人拿着武器 乔装打扮 潜入敌营 一番打斗之后 小花与小明成功将花苞抢回 然后立即赶了回去 终于到了满月这一刻 花苞也开始慢慢绽放 眼见着就要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月光却突然没了 难道是变天了 当然不是 是害虫派来的蝙蝠大军 挡住了月光 成千上万只蝙蝠 就像一大片乌云 将月光密不透风的挡住 眼见着花苞就要错过 最佳开放时间 森林战士们倾巢出动 但蝙蝠大军 实在是太多了 森林战士虽拼尽全力 与之拼搏 却还是不能立即将他们清除 就在这时 小花忽然想起 父亲手中 有能够吸引蝙蝠的声音 他立即坐上飞鸟 找到父亲的监视器 可没想到 父亲此时正因女儿的离去而伤心 他生气的将所有监视器拆除 就在他准备 将所有地图也撕毁之时 他终于看到女儿留给自己的信号 父亲连忙赶了过去 救下了差一点被害虫打倒的女儿 小花成功将父亲手机中 能够吸引蝙蝠的录音放出 数以万计的蝙蝠 被声音吸引走 月光缓缓地露了出来 有了月光的花苞 终于开始重新绽放 在众人的注视之下 花苞找到了一个小女孩 将离去女王的神力赐予了她 新的森林女王戴生了 小花也在这时赶了过来 她错过了花苞盛开之时 以为自己再无法离去 可没想到 新的森林女王 也拥有能够将她送回去的力量 看着将要离去的小花 小明有些不舍 两人在这几日的朝夕相处之下 已经有了些微妙的感情 但小明也十分清楚 小花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 她必须回去 两人拥抱在一起 给了对方灵敌一吻 然后一道白光忽然亮起 重新变回大人的小花 从森林中走出 看着等待在一旁的父亲 小花激动地与其拥抱在一起 这么多年的误解 埋怨 在这一刻 烟消云散 再次回到现实世界的小花 并没有断了与森林战士们的联系 她依旧在监视器中 与朋友们聊着天 只是可惜 这一段跨种族的爱情 只能变成一段 没有结果的友情了 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是小花 也会选择留在小人国 与心爱的人在一起 还是选择重回自己的世界 与父亲和解 过会正常的日子呢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交流哦 好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给老五点个关注再走哦 我们下期再见